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中美贸易谈判 给我感觉就有点lost 就说不知道东南西北 不知道奔哪去 我个人觉得只是笑 我个人觉得看的是像笑话一样 蛮有趣的 不知道上哪去呢 因为昨天是昨天 昨天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谈到这事 他说嗨 签合同我不着急 就搞不懂他要干嘛 他说我不着急非要签好这合同 他原话他说这合同如果不是一个好合同 所以现在美国人也用他这句话 你干嘛呀 对不对 我说黄国老长朋友没听明白可能 就是你不能老长足的我们有长足的进展非常好 然后呢那瓜是给吃的 不是给你看的 合同是给你签的 不是给你坐在那玩的 对不对 这群这群老男人 瞎来就是 他更觉 长足的进展怎么好 说了一大堆 说完之后呢 他又来一句 他说这个 我最欣赏这些细节 就是 这合同内部的细节 而且我最喜欢 我要跟习近平面对面 我们两个人在海湖庄园面对面 最后咱把这合同签了 我跟你说给进 那不是成心吗 然后呢 你知道他后头又跟了一句什么 他说我想啊 我以为呢 习近平肯定看见 看见我当初跟金正恩谈判的时候 把那臭小子不给力 对不对 那臭小子不给力 我台屁又走了 习近平肯定看见我台屁又走了 那合同不好 我干嘛不台屁又走啊 嘿 你到底是让他来不让他来啊 对不对 最后结束的时候 习近平你过来 你过来 你别躲着 你过来 他真这么说 你过来 你来 咱坐这一签字完了 这事就了了 你干嘛那么凶凶答答的 这是川普昨天在白宫说的话 你这事就下了 这事绝对是下了 十有八九 习近平再也不敢见川普了 十有八九他不敢见 这合同不好签 合同的坑截就在结构性改变 昨天川普也讲了 结构性改变就是偷抢骗 共产党没偷 无法强大 华为不骗 没法做到今天 那中共的整个企业 不是在这个骗的基础上 就是国家补贴就是骗 不在这种骗的基础上 没有今天的大庇护崛起之辉煌 之诱人之要火 没有 所以在地球上出现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 一个说不能偷 不能抢 不能骗 一个说我一定抢 一定偷 一定骗 两边开始签合同 这边说 你可千万不能太偷了 那时候我行 我可以不偷 但我不相信你 因为你一直偷起来 这就是今天地球上人类之龌龊 人的龌龊 他可以在国家最顶级的层面 来相互交往 而谈的是钱 所有国 所以所有国际社会讨论的是说 哎呀把合同签了吧 签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一块做生意挣钱 所有人谈的是钱 华尔街是钱 欧洲是钱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这是七的定数吧 2018年7月7号开始打 人家开始打的时候 咱们没说出七的定数 开始打 打了七个月 谈了七次判 谈判的最后这一次 他来的时候 2月21号 三条七 结果这次 他就这次 他延长了两天 延长了两天的结果是 川普 七十喀叉都给 都给封杀了 对吧 都给封杀了 封杀完了之后 你现在变成不了了之了 现在你没头 你习近平怕见川普 就怕川普 台庇又走 这时候给他吓坏了 因为那伟大的领袖 要这么来一把 这个事就爆 这事麻烦了 对不对 那川普就不 川普就由此性的来 你说他当时为什么 台庇又离开了金正恩 就不再谈了 他没解释吧 两天之后 他美国公务院 国务卿又跟 又向金正恩喊话 咱们接着谈的 你看 我跟你说 川普台庇又走 当时就由着性子来的 他没有想太多 只不过他当时觉得不舒服 而他的做法 就像刘鹤说 五百万吨大豆一样 正经八百的当真的了 我的意思 这里面有背后的力量 在促使着他们各自 他们各每一个人 习近平 刘鹤 川普 任正非 就这个顶头顶脸的顶尖的人物 任意他们随着自己的性子表现 但背后有种力量 借着他们的性子的表现 来展现出 命运 展现出命运 所以现在你看贸易战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七对七 这事就结了 他现在七对七 就走到这儿 没结果了 完了 没结果了 后边该见久了 所以最近这两天 非常乱 跟大家说一下会儿 咱们就说着玩儿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美国海军及其合作伙伴 受到了中共政权的 黑客的网络攻击 这个东西其实一直有 这个东西一直有 网络攻击的时间 真正最早出现的时间是 2015年 习近平跟奥巴马签订了 网络互不攻击的条约之后 开始攻击的 其实我看过 我看过这个 另外一篇报道 就是 应该是福克斯新闻网的 他直接讲 中共的崛起 跟奥巴马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圣经启示录中讲 人类走向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一个最有权力的人是黑人 那好像是协助了某种 邪恶的势力 但还是这么讲的 华尔街报道 美国海军内部的一份评估报告 中共黑客及其他近年盗窃国家安全机密的人 正在网络攻击海军 盗窃机密和知识产权 美国面临失去全球军事和经济优势的风险 国防基地还是遭受大量重大数据的泄露 国安卷数据的不断流失 遭受的全部损失只有 只是有有限的了解 美国海军专注准备赢得未来一场 一些能叫动能战 却失去了当前的全球反力量 反价值和网络战 这是显然是翻译的 所以大家看起来有点拗口 偷抢骗应该是他真正的 是现在今天中共发展的基础 一个大学讲师跟这个美国之音讲 中共的战略利益中的关键一部分是海军技术 对南海的控制 对整个亚洲的控制 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 那在上个世纪不具备这种能力 他是想这么做了 我觉得也就这么回事 他是想这么做了 也没什么可讲 其实都是大的兵力 他不养那么多兵了 陆军没用了 就剩海军空军跟太空了 所以那个东西是用钱的 减少人力的 以后再打仗 5G一出来 AIB出来不是人打仗 都是机器人在打仗 对吧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过 人是垃圾了 他最后留下一手 一定会留下一批人 繁岩的 就像动物一样 就像今天在新疆一样 这批人的繁岩是挑肿的 挑身体挑肿的 女人挑身材挑漂亮 男人挑肿的 为什么 给最顶层的那些权利者 他要延年益寿 他要让他的儿子随时换肝换鞋 电影里演的一切 在今天的中国 正在具体的实施着 新疆的 新疆的集中营 就是这个 乌鲁木齐的机场 有一个快速通道 这通道干嘛是 进行器官的移植 传递运输用的 绿色通道 信心吧 你要明白了就知道 这东西得多少人 死多少人 每天得运多少 才留这么一条通道啊 这是今天真实的状况 所以他讲的海军也好 包括中共高官说 美国高官说 中共军事威胁也好 他基础其实就是生命善恶的对立 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 真正的生命之间的碰撞 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生命碰撞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